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有三个主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 被揭露在2017到2021年间接受德州亿万富翁哈兰·克罗支付的三次未报告旅行 这些旅行包括加利福尼亚和印尼 这些信息是由参议院司法动委员会调查所得 托马斯已经遵守了新的披露要求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守派和右翼媒体网站的流量大幅下降 脸书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特别是福克斯新闻和纽约邮报等网站的流量都受到了影响 最后,最高法院决定不对关键流产药物米菲斯酮施加限制 这使得下一届总统大选对于流产服务的未来变得致敌 观众要,拜登和特朗普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截然不同 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政策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 在2017年至2021年间接受了来自保守派德州亿万富翁 哈兰克劳之父的三次未报告的旅行 这些私人飞机航班的细节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 调查揭示了托马斯和其他法官接受富有捐助 提供的奢华旅行和福利 这引发了对最高法院改革的呼声 克劳在收到传票后提供了信息 但传票从未被强制执行 参议员理查德·J·德宾表示 这些文件提供了必要的透明度 旅行应在财务披露中报告 托马斯的律师表示 这些信息属于个人招待豁免范畴 无需披露 华盛顿邮报分析了优异网站流量下降的原因 指出Facebook算法的改变是主要原因之一 自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后 Facebook减少了政治内容 在用户信息流中的出现频率 导致优异网站的流量大幅下降 保守派和右翼媒体网站的流量急剧下降 特别是像本夏皮罗和丹邦吉诺等右翼评论员的网站 Facebook的调整对依赖其流量的小型网站影响尤为明显 尽管Facebook的用户群体中 民主党和共和党用户比例相当 但右翼网站的流量下降更为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网站更依赖Facebook的推荐流量 《华盛顿邮报》报道 最高法院决定不对关键堕胎药物实施限制 这一决定为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堕胎药物政策定下了基调 拜登政府承诺保护堕胎药物的使用 而特朗普政府则可能会对堕胎药物实施严格限制 甚至可能将其从市场上撤出 保守派组织希望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 将恢复之前的政策包括要求要无堕胎患者 进行面对面的医疗咨询 反堕胎运动的领导人正集中精力 确保特朗普选择坚定反堕胎的官员来领导关键机构 如FDA、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司法部 特朗普政府还可能通过重新分类政府雇员 来清除政策制定中的反对者 华盛顿邮报报道 总统拜登在意大利法萨诺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首次公开回应了儿子亨特·拜登 因联邦枪支指控被定罪的消息 拜登在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他不会动用总统特赦权减轻儿子的刑罚 表示他对亨特感到极为自豪 称其克服了毒瘾 是他所认识的最聪明、最正直的人之一 拜登重申 他相信陪审团的判决 亨特因在2018年购买枪支时 谎报为使用非法药物而被定罪 拜登还明确表示 他不会减轻亨特的刑期 亨特的判决将在几周后进行 尽管他可能面临监禁 但一些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他是出犯且持枪时间短 实际入狱的可能性较小 拜登在峰会期间 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了新的安全协议 显示了他在处理全球事务和家庭事务之间的平衡 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 最高法院一致裁定 拒绝限制堕胎药米菲斯桶的努力 这一裁决可能不会在政治上产生太大影响 如果最高法院选择限制米菲斯桶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反响 因为美国人对堕胎权的支持率接近R比1 这一裁决提醒人们 堕胎权问题可能在2024年大选中占据重要位置 尽管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 避免表态 但民主党人可能会在竞选中频繁提及 最新的民调显示 支持堕胎权的选民比例继续上升 23%的选民表示 他们只会投票给支持堕胎权的候选人 这一比例远高于反对堕胎权的8% 在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等州 支持将堕胎权协入宪法的比例 高达70%和69% 这些数据表示民 严苛的堕胎限制 可能促使更多选民支持保护堕胎权 然而 这些数据并不一定意味着 对拜登的政治局势有决定性影响 因为新增加的支持堕胎权的选民 几乎全是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 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动员选民投票的问题 而不是改变选票的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rom big bang explosions to atoms in motion the universe and oceans in perpetual commotion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e in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il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w quantum leap to roll bu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e in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e in the future if you dare find out